在很久很久以前 古罗马的一个传统节日 叫做丰收节 人们会在这一天庆祝农作物的丰收 感谢大地赐予的恩惠 同时 这一天也被视为神奇的节日 人们会献祭神像 祈求神灵保佑家园和家人 然而 这个节日的意义在后来逐渐演变 变成了一个浪漫的节日情人节 这一转变的原因 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 人们开始相信2月14日是鸟类的交配季节 于是这一天也被视为爱情的节日 人们在这一天会向心仪的人赠送礼物 表达爱意 也可以互相交换情人信物 发誓永远相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人节逐渐演变成了全球性的节日 人们在这一天会送话 巧克力 特卡等礼物 表示对爱人的爱和感激之情 然而 情人节的意义始终没有改变 它象征着爱情 浪漫和互相珍惜 所以在这个情人节 不妨和你的爱人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留下美好的回忆 感谢观看 您先请不吝点赞 订阅